雪州反对党领袖三苏丁交出的是 雪州名列政府提供给反对党领袖 关车的钥匙 三苏丁今天早上在雪州政府大厦外 将关车归还州议会 除了辞去反对党领袖一职 他也表态不担任雪州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一般来说 公账会主席兼负监督政府财政状况的责任 而在上个星期 雪州议会修改议会常规 公账会主席这个职位必须由反对党领袖担任 不过三苏丁却认为 雪州政府只是给予他有名无实的主席职位 他说国阵议员在公账会的成员 只是占一名委员和一名主席 不及名联议员来得多 如同双手被绑无法发挥效用 他抨击这是名联的政治伎俩 他不会因此成为傀儡 党格外表看起来有权利 实质上却被人牵着彼此走的主席 他也挑战雪州大臣阿兹敏 为了捍卫政治诚信 必须终止安华为雪州经济顾问的职位 另一方面 雪州议长杨巧双说 他接受三苏丁辞去职位的要求 不过还是促行雪州武统 尽快委任一名反对党领袖 他也强调 州议会不会再次修改议会常规 甚至委任更多国政议员当公帐会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